欢迎收看全国第一名的节目 第一名的节目要预告性的内容 预告什么就买什么 这个叫百分之百实际上操作 如果你跟着老师你看着节目 你跟着老师不是实际上操作 重新来最快吧 赶快来找政君 赶快来找政君 不是因为今天台北股市跌了300点的问题 今天就算台北股市没有跌300点 你的问题还是依然存在 投资人有没有发现近期有一个现象 有百分之70到百分之80的股票 早就开始回档了 那今天只不过是因为什么 你看到的美股 你看到费半跌超过5% 当然你要把全部的责任都推给美国 那当然也OK 我是不会这样推 我是不会这么做 我会想尽办法 想尽办法 去找适合现在操作的股票 因为指数它中规就是指数 你不能说8500点的台北股市涨到16000点 那今天回档个300点 你就认为台北股市有问题 是台北股市有问题 还是你选的股票有问题 还是你跟的老师 你老师又叫你买到很奇怪的高档去 买在莫名其妙的天花板 如果你买的股票不是在天花板 你怎么会怕呢 你怎么会怕呢 那你为什么会怕 因为你跟的老师 还在带你买那个已经涨好几倍了 还在买 投资朋友 还在买 我真的替你们担心 我真的替你们担心 或者是 去找那种所谓的跌生 跌生的抢反弹 跌生抢反弹 一点意义都没有 一点意义都没有 投资朋友 跌生抢反弹 那个就有点像 你跟你的恋人 那个感情 有了一道裂缝 你怎么修都没有用的 你怎么修补都没有用的 下一个一定会更好 如法炮制 股票市场 那你就找下一档标股就对了 不要整天都在讲台北股市有问题 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啊 我看不出来 我只知道我今天 我的心情又 又开始要兴奋了 为什么 因为当所有的人又开始悲观 又开始难过 当你悲观 当你难过的时候 就是我要准备兴奋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我又挑到最新的股票 投资朋友 如果你近期你操作的股票 你自己都感觉怪怪的 你自己感觉怪怪的 那你赶快调整一下 你赶快来找政均 因为我们又有全新锁定的标的 当然呢 近期我们的股票都创新高嘛 你要再看一遍嘛 因为今天台北股市 你就会跟我讨论台北股市跌300点 跌300点 我们的股票还是创新高啊 还是涨停板啊 来看一下 这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今天跌285点 跌285点啊 车房地还是涨停板嘛 从我这边讲完 到今天刚刚好一倍 从我讲完 到今天 不到一个月一倍 对不对 我春也讲过啊 谁比较强 谁比较强 早上还在买同志的 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谁比较强 谁比较强 车房店比较强 还是同志比较强 这你看得懂吧 谁比较强 这是跌停板的 这是涨停板的 那我先交代一下 已经涨一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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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一倍了 成家量8000多张 我功成身退 那明天后天你要继续搞的 你要继续买的 你要继续再弄下去 那就继续吧 那后面买的是你家的事 我这帮你追踪到今天而有 因为已经涨一倍了 涨了一倍 那你还要继续 要继续拼一下 那你就继续拼吧 因为我有新的标的 我有新的在底部最新的标的 最新的待会给你说明 那如果 你每次都要做这种事情 什么事情 第一档区你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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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档你就想要追 高档你想追啊 你就是今天就是被电到 你就是被电到而已啊 你就是被电到啊 你今天赔了40块钱啊 那当然你或许还是期待什么 还是会继续创新高 那你就慢慢的期待吧 你就慢慢的期待吧 我没有意见 我只是告诉你啊 第一档区可以买 那你要来 我每次在第一档区 给你推荐的股票 我都没有害过你 那我也没有 我从来没有说他不好嘛 对不对 我都跟你讲怎么看都低档区啊 怎么看都低档区啊 这个月线的历史的轨道 那底部报大量 对不对 投资朋友 但我们要叫你追哦 你不要追哦 你不要追哦 你来买这一档 因为待会我要跟你分享这一档 我要跟你分享这一档 那这个呢 这个投资朋友 你有的人 有的人 有的人 当然啦 两种模式啦 你可以沿着十字线操作 那或者是来换 换这个也可以 因为我明天要带我会员朋友买这一档 我明天要带我的会员朋友买这一档 我明天 我已经跟你讲我明天要买什么股票 投资朋友 投资朋友 我每次给你推荐的股票 你都会觉得 嗯 再看看 再看看 对不对 再看看啊 没关系 再看看啊 超风啊 再看看啊 对不对 但我先讲哦 会买要会卖哦 来投资朋友 会买要会卖哦 我们今天有卖 我们今天有卖 我们今天有卖股票 卖股票才能够去买新的 才能去买新的 才能去买新的 当然没有卖的 没有卖的 我就明天跟你讲了 没有卖的 安利我没有卖 来看一下电脑 没有卖的 我就跟你讲没有卖了 没有卖的 没有卖 今天跌台北股市跌300点 300点 300点 我们还是红棒啊 超红的 超强的 你自己看啊 你自己看啊 最后一排 最后一排还给面子 给正均面子 最盘最大量 收上去 对不对 这个啊 这我没有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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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彩晶 彩晶我都跟你讲过了嘛 彩晶要报过年哦 彩晶你一定要报过年 那今天让你捡到枪 捡到大炮了 真的让你捡到大炮 我没有骗你啦 我没有骗你啦 你买在这种位置下方 真的算你抓到的 真的算你捡到 昨天废半没有大跌 你还没有机会这样子买 但是也不错啦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尾盘又收上去 你慢慢看啊 你慢慢看 这都这么简单的逻辑 他前三季0.34 0.34 那你们知道这个吧 这个还要我讲嘛 这里你们都有资讯啊 10月嘛 那前三季是不是0.34 那10月就已经0.41 那0.34再加0.41 那仔细看哦 我们再看一下整个 这个营收的状况 那10月就0.41 那11月比这个高 12月又比这个高 那10月就0.41 那后面这多少 而且他还有第三季的 业外收益 没有入账 业外收益啊 他一定要入第四季 那第四季10月就跟你讲0.41 那这两个自己猜 因为这两个都比这个10月高 那前面9个月是0.34 0.34 再加上业外收益 再加上0.4 那这个多少 这个多少 那你就知道 他去年大概可以赚多少钱 好 同事朋友 那如果去年业外 再加上本业获利 那你今天买到12块以下 算你有福气啦 但你会怕还是会怕啦 会怕的你就会来酸我 没有关系 没关系 曾经值得你 经得起你这样酸啦 因为你会发现 我会很执着 我看好的标的 我看好的股票 就如果我先前跟你推荐的领扬 我都是在跌的时候跟你讲的 我并不是涨停板 或涨了几倍 然后再跟你大力的吹捧 然后跟你讲我多看好 我都是通常在跌的时候 来跟你们做分享 当然你要给我一段时间啦 你要给我一段时间啦 因为毕竟他不是小型股嘛 那股本这么大 那你们自己都很清楚嘛 面板的部分 我之前都有跟你们讲过嘛 你们现在如果家用 要换电视的部分 你会去买32吋的 会买40吋的吗 不会啊 你现在连看那个55吋 你都连看那55吋 好小一台哦 因为55吋一台不到2万块 最起码都看65吋 65吋现在也很便宜 大概2万块上下 那请问你会买几吋 你一定是买大尺寸的嘛 那车用的部分 那车用的面板 你们现在开的车子 如果那个面板小小的一块 3吋或5吋 你都觉得好丢脸哦 那个车子 那个面板怎么那么小 那它小的 你一定是骂那个 骂那个卖车子的那个销售嘛 你这个那小的 人特斯拉都这么大平 你这个这么小 所以现在车用的面板 通常标准起跳 一定是大概8吋上下 那最热门的就是10到12吋 以后主流就是10到12吋 缺不缺 如果你这你都懂 那你今天在股价在跌的时候 你就会兴奋 那你什么都不懂呢 你不懂你就批评指教了 这就是你为什么没有赚到钱嘛 你藏起来都没有赚到钱是什么 因为你喜欢听别人讲 我听别人的车子比较弱啦 车子车子 你去试试就知道了 别人的车子 但是你通常都是被电脑比较多啦 那我通常第一档去跟你推荐的 来来来 这是敦泰 对不对这是敦泰嘛 那敦泰一定有预告啊 没有预告怎么会有这个 但是到你看到这一张的同时 你就有看到110年核心会员 我有给你看这一档叫神秘标股 核心会员 你有看过这一张吧 我都有给你预告过 这一档跟这一档一模一样 来啦 对面看看啦 什么叫神秘标股 第一季五亿嘛 第二季十一亿啊 第三十七 第四二十五啊 你有空自己去加一下 你自己加一下 不然我们来加一下嘛 第二季就是四五六嘛 四月加五月加六月就是十一亿 七加八加九就是十七亿 那我先预告的二十五亿 有没有来 这是哪一档股票 这是哪一档股票 因为今天我攻城升退了 我跟你讲 没关系啦 六七三七 好 我预告的时候只有六字头 看一下吧 我没有叫你买哦 我没有叫你买哦 因为我 今天已经翻倍了 我还叫你买啊 那我就太不够意思了 来看一下 怎么会有这种股票啊 不好意思啊 我预告的时候就这个位置啊 我预告就这个位置啊 那一一九了 昨天有一百二十几块嘛 翻倍 这有预告的啊 你自己对一下 这是这八七五 八点七五亿 八点七五 就是它 好 新贵的股票 有没有叫你买哦 你不要买哦 你不要买哦 那你有没有来 老师台北股市好像有问题 这样子哦 有问题 有问题也有翻倍的股票啊 那翻倍怎么解释 那有没有预告 有没有预告 你们自己有通去看啊 不要 不要不要说老鱼 老鱼又在吹牛 老鱼都有东西啊 这你看不知道看过几次了 这你最好看过好像三次还是四次吧 这张 这个你最少看过两次到三次 我不是有跟你讲过吗 那个脚踏车 脚踏车的前轮 换上他们家最新的产品 一般的脚踏车 会变成电动自行车 我有没有预告过 有啊 有啊 来 那你有没有听过我讲过华讯 你有没有听过我讲过华讯 我们先来看这个 如果你都有听过我讲过华讯跟领阳 来 华讯 全国没有人拿出我的字卡 全国 二字头的华讯 包括四字头的 有空去对一下 有空自己去对一下 12月8号的华讯 如果你有听过我讲过华讯 你也听过我讲过领阳 当然坦白讲 领阳跟华讯没有关系啦 但是营收是有那种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一记有没有 一记比一记还要高很多 第一档好好把握 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四个灯 五个灯 五个灯 好 你有听过我讲过华讯跟领阳的 今天可以来跟我拿这一档全新的标的 同志们知道为什么华讯会碰会飙吗 你们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 那华讯跟什么有关系 我先让你看一下 他跟这个有关系 瑞玉 华讯跟瑞玉有什么关系啊 投资朋友 后面这跟我没关系 后面这你们自己喜欢嘴 也有人喜欢那种什么跌声去抢反弹 跌声抢反弹那就是莫名其妙啦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才被跌声抢反弹 一点意义都没有 厉害的会去找什么 找这种低档区的 一样在低档区的 我就有低档区的 明天就来买这一档 华讯 他为什么会碰会飙 因为他跟瑞玉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全台湾只有三家的音讯的晶片 那因为瑞玉的单子 他做不完 他做不完他只好转单 他只好转单转给谁 转给华讯 坦白说啦 华讯现在也是 也是负荷的蛮紧 但是你看股价你就知道了 从短短的四十几块 可以喷到将近一百二十块 为什么 因为瑞玉的单子 丢给华讯 但是呢 你看到股价你就知道 当这些 做不完的单子 他会转给谁 好 来咯 眼睛要亮咯 这档也是历史的低档区 我希望你们要来 当初两百多块我都跟你们讲过嘛 华讯 跟林阳 你没有来 没有关系 那都过去式了嘛 那有没有跟华讯一样是做音讯的 来看这张字卡 我今天写了很多命令妈妈的 除了瑞玉 华讯 跟这一档股票 八开头的股票 他是全台为三的 三家做音讯晶片的 因为瑞玉的单子 做不完丢给华讯 那华讯也标了 对不对 华讯已经从二十几块 标到一百二十块 那有没有在低档区的股票 有 就是这一档股票 他是从两百九十九块 跌下来的 我先告诉你 他今年会超级大转机 超级大转机会转亏为大赢 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这边 我把它拉上来一点 他目前是全球第二大 网路摄影机的控制晶片 他先前收购了洋志的网路 这个摄影机的这个晶片部门 所以他变成是 现在是全球第二大 第二个 跟电动车有关 电动车有关 就是在记忆体的控制的晶片 这我明天再跟你讲 我今天来不及讲完 我这回讲不完 第三个 无线音频的控制晶片 主要的产品有这三项 但是我先特别提醒你 音讯的晶片 国外的客户你们都有听过 Sony Panasonic LG Pioneer 那在国内 特别留意 国内的部分 华硕是他的大股东 宏基 也是他的大客户 哪一个区块 笔电的电竞的音效晶片 这一档 你看得到叫月线 月线 它是不是底部 而且底部又出现了一个爆大量 跟当时我再给你推荐的 羚羊是一模一样的 位置跟羚羊一模一样 但是跟华训有同样的产品 而且我先跟投资人有报告一下 单子塞到爆做不完 跟最近连我们的财政部长不是都有接到国外的一些点点点 有没有车用的晶片 很缺车用的晶片 那车用晶片我们就不讨论 我先跟你讨论一下 有关音讯晶片这一块 那如果股价又在历史的低档区 那他今年他很有机会 可以从底部翻上来 如果 你前面都没有赚到 你没有赚到华讯 你只要听过我讲过华讯 你只要听过我讲过华讯或林洋 一样看完节目按个赞 LINE TG登记 这一档 你敢买的 你再来找我 那我先跟你讲一下 这一档明天如果就算涨停板 你都要买进 如果他明天是涨停板的 你还是要买进 他怎么买都是在低档区 那有一些东西我没办法跟你分享 节目上我知道的一些内容 那我希望你要来体验看看 到过年还有几天 还有六天 还有六个交易日 还有六个交易日 你还有机会 你千万不要放弃 因为每一天他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你先前怎么做 怎么顺 怎么不顺利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重新来 重新来来领这一档股票 你今天只要愿意 我让你体验看看 因为今天大盘大跌 大盘今天没有大跌 我是不会让你体验的 真的都没有赚到钱 体验再说吧 中场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周一至周五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主要听过我讲过华讯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这一档股票 音讯晶片 你要好好把握 真的 因为如果加上 同志我跟你分享一下 如果加上明天的成交量 我可以跟你笃定 它的成交量 把明天的加进去 一定是月线的 最大成交量 一定会超过这边 一定会超过这边 那这边在哪里 你常看我节目就很清楚 那有关这些资讯 说实在话 你也不太需要懂这么多 你懂这些这么多 倒不如来什么 来拼拼看 你真的要敢拼的 我就会给你 你要敢拼 你敢拼 我才会给你 如果这么低 这么低你都不敢拼 月线的历史爆最大的量 那请问投资朋友 这是一个攻击的讯号 你今天只要做好一件事情 投资朋友 你今天要把这一档股票 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把它带回去 因为我今天真的希望你要来 你真的没有赚到钱 你有听过我讲过滑讯 那一样这档股票 看完节目按个赞 LINE TG登记 直接跟你做分享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好好把握 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